好,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明善 很开心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课程叫 海港的房客,我有一座珊瑚礁 这个课程主要带大家认识一下珊瑚是什么 珊瑚是什么 然后也带大家认识一下珊瑚礁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讲到我们要如何去挽救我们珊瑚生态 好,第一个我们来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叫珊瑚大盲猜 坐在萤幕前的你们也可以来玩这个游戏 跟着我一起 如果觉得这个题 等下会有题目出来 如果你觉得左边正确就举左手 右边正确就举右手 如果两边正确都举双手 好,我们第一题就是珊瑚是石头还是生物 觉得是石头的请举左手 觉得是生物的请举右手 如果觉得两个都正确的请举双手 请举双手 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 大家猜一下,举下手 公布一下答案 答案是生物 大家就觉得它是生物 可是以前古代人真的认为它只是石头而已 真的认为它是石头而已 那下一题是 珊瑚是植物还是动物呢 觉得植物的请举左手 觉得是动物的请举右手 最后面公布答案 答案是动物 你不要觉得这个答案很简单 我跟你说 真的有一些志工朋友真的不知道 珊瑚是一种动物 都认为它是一种植物 都认为它是植物 好,下一题是 珊瑚大多喜欢住在深海 还是浅海 如果觉得浅海的请举左手 如果深海的请举右手 你最常在那里看到呢 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答案是前海 因为我们珊瑚啊 它需要阳光 所以它喜欢在前海的地方 大部分啊 深海也有深海的种类 不过善少数 大部分都喜欢住在前海 大部分都在前海 那珊瑚喜欢住在温暖 还是寒冷海洋呢 觉得很温暖的请举左手 如果觉得寒冷的请举右手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哪里最多珊瑚 台湾哪里最多 对啊 答案是温暖 没错 我们墾丁最多 墾丁啊 太平岛 台湾的南边 比较多 珊瑚比较多 在东北角相对来讲 就比较少一点 就比较少一点 所以珊瑚啊 比较喜欢温暖 这温暖的意思是什么 是一个 到28度左右 那个温温的 不是热的喔 热水它受不了 超过28度以上 它就很容易死亡 很容易死亡 那珊瑚喜欢住在干净 还是浑浊海洋呢 我觉得干净的请举左手 觉得浑浊的请举右手 去好没 对答案是干净喔 我也喜欢干净的 因为啊 珊瑚它需要阳光 如果太过于浑浊的话 阳光照射不到 珊瑚就容易死亡 就容易死亡 所以珊瑚啊 喜欢干净的地方 也代表 有着珊瑚的地方 代表是非常干净的海域喔 非常干净海域 那 大多数的珊瑚呢 是固定在岩石上 还是会走动 大多数喔 大多数 他喜欢固定呢 还是会走来走去呢 珊瑚 大家思考一下 答案是固定 对吧 我们常看到的是固定在石头上的珊瑚 可是珊瑚不是动物吗 动物不是要会走动吗 他出手会动啊 其实动物啊 跟植物啊 很大的区别 待会后面会讲到 好 我先卖个关子 先卖个关子 那哪一种珊瑚的颜色代表珊瑚已经不健康了 觉得白色的琴举左手 觉得绿色的琴举右手 答案是白色 因为珊瑚白色代表他已经在不健康的玩具快要死亡了 待会会跟大家讲为什么会白化 为什么白化 那这一题很好玩哦 珊瑚跟谁是亲戚 亲戚的意思是亲缘比较近 亲缘比较近 是跟硬硬的海胆呢 是亲戚呢 亲缘比较近呢 还是跟软软的水母 大家猜一下 猜一下 是硬硬的海胆 还是软软的水母 公布答案 答案是 水母 为什么呢 因为海胆属于脊皮动物 水母呢 他属于次胞动物 跟珊瑚比较近 那海胆跟海生 跟海星的亲缘比较近 很好玩的一题 那珊瑚怎么生孩子呢 觉得产卵的琴举左手 觉得分裂的琴举 对不起 产卵的琴举左手 然后觉得分裂的琴举右手 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 你两个都会 有没有没有骗到呢 其实 其实我们在新闻上 常看到什么 三无残卵大爆发 对不对 常常看到 都会觉得 应该是残卵 应该是残卵为主 但是其实 他平时都是 分裂 一只变两只 两只变四只 四只变八只 这样子 来生孩子 等于说繁殖下一代 繁殖下一代 好 我们前面 给大家个 有趣的猜明 让大家提 就是稍微对 珊瑚有一点点认识 透过这个趣味的游戏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讲 珊瑚 那珊瑚 是什么呢 珊瑚是什么 在 过去的人们 以前 早期的人类 认为 珊瑚 是一种植物 因为刚才也有讲过嘛 珊瑚不会动 他们都以为它是植物 但是在18世纪后呢 才确认它是一种动物 为什么呢 18世纪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那时候发明了 显微镜 显微镜 可以把很微小的东西放到很大 他们透过去看到的细胞 才发现一件事情 动物跟植物的细胞的差别 那时候的定义是什么 动物的细胞呢 它并不像植物细胞 具有细胞壁 植物细胞有细胞壁 还有植物的细胞里面 有叶氯体 叶氯体 叶氯体可以制造一些养分 所以 他们 因为珊瑚的细胞 细胞里面并没有这两种特征 所以那时候 在18世纪才把它确认是一种动物 它是什么样的动物呢 它跟 刚才有讲到跟水母一样 它们都是次胞动物 有没有 我们如果 比较年长的 我们高中课本上有介绍 它们叫羌肠动物 以前叫羌肠动物 但是呢 因为有些羌肠动物 它不具有次细胞 所以最后就把这些 不具有次细胞的 划分出去 把有次细胞的 就是把它 有次细胞的 就把它归成一类叫 赤胞动物 赤胞动物有什么特征 有什么特征 它 第一个是 它是水生动物 所以在水里 它就活在水里面 陆地上不会有 陆地上不会有 然后 这个水生动物 它 不管是海水 淡水 都有它的争积 还有想说 我在淡水没有看过珊瑚 但是淡水没有 它的亲戚 叫水席 叫水席 还有前几年 在我们玉里 鲁满潭 在 可能十几年前 有个新闻 就是 鲁满潭 发现 水母 它们叫 梅花水母 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热 原本的水席 变化成 变成 那个水母 因为它移动到其他的地上去 有兴趣的可以找这个新闻来看 找这个新闻来看 还有它的触手 触手的部分 具有刺细胞 就刺细胞 什么是刺细胞呢 我们下面这个动画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刺细胞 碰到之后 刺细胞被碰到之后 它会破开 然后刺出去 然后把它 插入到我们肉里 如果我们碰到的话 就会插入我们肉里 把毒液 注进我们的体内 现在看到的画面上面只有一颗 但是其实你摸到的时候 你真的去摸到山虎 摸到海葵 摸到水母 一次可能是成千上万的刺 刺进我们的肉里面 刺进到肉里面 然后读书 就是注到我们肉里面 这就是 刺细胞 刺细胞 然后 它 这个大多数 都是肉食性 刺细胞都大多数肉食性 少部分呢 少部分不是吃素 不是吃菜 少部分是自己体内会有一些作用 会让它 它只要靠阳光就可以了 等下我会 后面会介绍 所以 珊瑚不能乱摸 手会跟 被水母摸到一样 有的珊瑚的毒性 比较强 比较强 其实 次胞动物 都有毒性 只是强 跟弱而已 我曾经读 我在以前读海洋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基隆 喜欢浮浅 那有一年夏天浮浅的时候 水面上满满都是水母 满满都是水母 那我们怎样 想说要去浮浅了 看到 底下他们说水母就不敢下去 但是后来想说 手试着去摸一下 反正没事 我手没事 但是我浅下去之后 反正这种事情 有一只水母的脚 比较长 触手比较长 不小心去 扫到我的嘴唇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 手掌的皮肤 跟嘴唇的皮肤来讲的话 谁比较粗 那是我们手掌 这种角质化 所以他 皮肤比较粗 比较粗 那我们嘴唇的皮比较薄 他刺到我的 他就是拍到我的 嘴唇 然后我嘴唇怎么样 马上就过敏肿起来 就肿起来 上来变什么 香肠嘴 就香肠嘴 那时候就被我同学笑 那时候就笑 所以 刺发动物都有毒性 只是强跟弱而已 所以水母 我们只要不认识了 水那个 那个 生物啊 海中的生物 我们只要不认识 千万不要去触摸 有时候有可能要你的命 你的命就没了 你的命就没了 所以像 刚才讲的刺发动物 像这个 海葵 海葵 跟我们什么 水母啊 跟珊瑚 都是亲戚 所以他们都是属于 刺发动物 都是刺发动物 来讲一下 珊瑚的构造 珊瑚的构造 珊瑚的这个 基本单位 就是珊瑚虫 就是 你不看 不管看多大的珊瑚 他很可能都是 一只一只一只的 珊瑚虫 去 建立起来的 一个珊瑚 珊瑚 一只一只的 不过也有些是 一只珊瑚虫 就成一个个体 不过那算少数 大部分的珊瑚 都是有一只一只珊瑚虫 去建构一个 一只一个 珊瑚虫 去建构一个珊瑚 出来 珊瑚虫出来 可以看到 这个珊瑚的构造 它最上面是什么 触手 这个触手呢 作用是什么 第一个 抵抗外来 因为它上面有刺细胞 刺细胞有毒性 有毒性的话 它可以抵御 外来的入侵 所以 有些珊瑚 像小丑鱼 是不是喜欢躲在海葵 里面 因为它的触手里面有毒性 有毒性 珊瑚也是一样 它有毒性 还有就是 它可以 来捕食动物 它可以把它包住 然后 它可以把 一些 小动物 大附近 它就把它 包起来之后 它触手那有刺细胞 会把这个小动物麻痹 甚至毒死 毒死之后呢 它的这个嘴巴 这是它的口 它的口就会张开 然后把这个 这个猎物 吞进到它的羌肠里面 这羌肠里面就会分泌消化液 把这个猎物把它 消化 把它消化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吃东西从哪里进来 嘴巴 嘴巴 对不对 我们从嘴巴吃进去 那从哪里出来 屁股 屁股嘛 对不对 那 珊瑚 这个珊瑚跟我们不一样的是 它由这边消化完之后 还是从嘴巴吐出去 所以从嘴巴进去 从嘴巴出去 嘴巴出去 然后 来看到 这最底下的就是它的骨骼 有没有 我们摸到珊瑚 有时候 摸到珊瑚 硬硬的 那就是它的骨骼 珊瑚从死亡之后 就剩下骨骼 它骨骼是什么颜色 白色 所以啊 只要不健康的珊瑚 变成透明之后 它就会变成 骨骼颜色就会露出来 它为什么会不健康呢 跟供生枣有关系 供生枣呢 就是什么 珊瑚啊 人家说 吃虾吃肉 都在菜咖 对不对 刚才讲过 它是肉食性的 那 我们一直 如果是人的话 一直吃肉会怎么样 我会不健康嘛 我会不健康 所以需要吃点菜 珊瑚也一样 它不是吃这个供生枣喔 它是把供生枣 撞到体内 撞到体内 那撞到体内之后呢 这次供生枣会怎样 会行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呢 会产生什么 养营养 提供这个珊瑚利用 那珊瑚呢 会给它什么 二氧化氮 还有居住的地方 让供生枣能好好的 生活在它身上 就像我们人种菜一样 要不要给它撕肥 要浇水 是一样的 喔 但是呢 如果有一天啊 这温度 可能温度改变了 变得很热 或者说啊 很久没有遭到阳光啊 这些供生枣 有可能产生毒素 毒素对 对珊瑚本身不好 珊瑚就把它放出去 放出去之后 珊瑚里面 没有枣类了 它颜色就变成透明了 变成透明之后呢 就会显露骨骼的颜色 骨骼是白色的嘛 所以这叫珊瑚白化 珊瑚白化 我们看一下 珊瑚是怎么捕食跟成长的 可以看到这个动画 珊瑚就伸出猝肘来 捕捉猎物 然后吃 会长会大 这是缩食射 这可能是 拍下来一点 我们最快 长得最快的珊瑚 走拱珊瑚 一年顶多长到10公分而已 就是 可能说很久的影片 说成这样 它就是一直吃 长大 一直长大 一直长大 看一下珊瑚从捕食跟成长的画面 我们看一下 珊瑚 是怎么分类的 是怎么分类的 珊瑚 整个家族 它切一半 珊瑚家族切一半 它分为什么 八放珊瑚 跟六放珊瑚 依它的触手来一下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算一下 八放珊瑚的触手有几个 八只 很厉害 没错 是八只 看一下八只 那六放三五呢 六放三五是几只 六只 你确定吗 再仔细看一下 不止 对不对 不止 对不对 其实 我们八放三五是八只 对不对 六放三五 它是八只 六放三五就是 6或6的倍数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十二 有可能是十八 跟以上 多多多多多 所以下次只要看到 它不是八只的 它就是六 不是八只的 八放三五呢 就是六只 六或六的倍数的 六放三五 六放三五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 那个 一般的 造教珊瑚 都是属于六放三五 都六放三五 那 我们珊瑚 以它的外型来分 就是 就是 不是外域暖 因为它的 就是以软硬程度来分 也分为 十三五 软珊瑚 跟柳珊瑚 三种 这个啊 是比较粗浅的分类 比较粗浅的分类 十三五呢 顾名实义就是 它跟石头一样硬 一般的造教珊瑚 都属于十三五 非常的硬 像石头一样硬 所以叫 十三五 那个叫 软珊瑚 软珊瑚呢 就像香菇一样 有没有去过 蓝宇 蓝宇的海边 去看得到 软珊瑚 这个软珊瑚呢 它 也有骨骼 但是它跟石三五不一样 不是外骨骼 它是在 分泌在身体里面的 那个骨针 骨针 不是痰的骨针 是 可以撑起身体的骨头 像 针状的骨头 在身体里面撑起它 撑起它 所以叫软珊瑚 还有一种叫 柳珊瑚 又叫海树 又叫海树 这柳珊瑚呢 这个硬的 这个软的 柳珊瑚就是什么 不软 也不硬 就是 您说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那 石三五 软珊瑚 跟柳珊瑚 它们里面一样 就是 会依 它是触手 六 对对 没错没错 没错 这个是比较粗浅的分类 就是 依它的软硬程度去分 其实它有可能 它几乎 造价珊瑚 十三五来讲的话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六放 也有可能是八放 哦 之前是比较准确 这是比较粗浅的 依它的软硬程度来分 以后人会 把它分为什么 团块状的 然后圆盘状的 这些 这是另外一种分类 不过我们现在讲的是 它以它软硬程度来分 软硬程度来分 这十三五 软三五 跟柳珊瑚 这柳珊瑚呢 这是硬 这个软 这是什么 不软也不硬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生活在 流速比较快的地方 那想一下 流速快了 像十三五 如果在流速很快的地方 会怎么样 容易折断 容易折断 那软珊瑚呢 有可能被 海流带的 不成珊瑚一样 不成珊瑚一样 那柳珊瑚呢 就像竹子一样 我们遇到大风大浪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 会弯腰 会弯腰 它等流结束的时候 它又回复原来 所以它韧性比较强 这是比较粗浅的 依它外形来分类 依它外形来分类 我们下一个来看 那我们珊瑚 喜欢生存在什么地方呢 珊瑚喜欢什么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 干净的海水 干净的海水 还有坚硬的底质 为什么需要干净呢 干净的海水 刚才有没有讲过 他们需要供生枣 那供生枣呢 它需要在阳光充足 你看 我们有可能在室内种菜 不点灯吗 没有 我们室内如果种菜 没有灯 没有阳光的话 活得起来吗 菜也活不起来吗 珊瑚也是一样 它要养好身上的供生枣 它就必须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所以它需要干净的海水 如果都很浑浊的话 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让 那个供生枣有好的阳光 就长不好 长不好 营养吸收也会不好 所以需要干净的海水 坚硬的底质呢 为什么要坚硬的底质 我想 人眼一样 对 如果在这边 被海游冲走 冲到另外一个地方 一下子折断就烂光了 就烂光了 所以它需要 一个坚硬的底质 坚硬底质 然后它喜欢 温暖的海水 是温暖不是热 所以它喜欢20到28度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这几年海温都飙高 曾经到30度左右 所以 这几年的 我们珊瑚 东北角跟我们墾丁的珊瑚 大量发生白化的现象 尤其今年 今年的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还有像这个 没有河流注入的地方 有没有 在河 为什么 因为沿度 他不喜欢沿度一下高一下低 一下高一下低 所以你在哪里 在我们的流星 出来给我看过珊瑚吗 我相信一定没有 对 因为它的沿度变化太大了 太大了 好 我们讲了那么多呢 珊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重要性 有什么重要性 第一个 保护我们的海岸 保护我们的海岸 来看一下 这是哪里 实体坪 这实体坪 房子 有没有看到这个 隔一条马路过去就是海边了 花莲的台风 很大 别人西部有户国神山 没有 所以 很多时候 台风都 直扑花莲而来 那 大家有没有看到 直扑花莲而来啊 这个在马路一边就有房子了 这房子都不怕吗 为什么他们不怕 因为外面有珊瑚礁 这些珊瑚礁啊 会像防波体啊 天然的防波体 因为它会长出很多触角的 珊瑚会不会很复杂 当然地形很复杂 这些浪打上来的时候 就会被珊瑚 击碎 就 就碎掉了 像防波体一样 像防波一样 所以房子才 盖干 盖那么近 所以珊瑚啊 对我们的 就是 台岸有 稳固的好处 稳固的好处 还有它是 很重要 未来的一个医药的 资源 未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医药资源 像我们一些 艾滋病啊 还有些 这是我发期刊录文的 这不是我自己讲的 像艾滋病 还有像一些 我们一些疾病的 抗癌的药物 未来都很从珊瑚焦提炼出来 像很好玩 以前有人养水族香 对不对 水族香里面有一种叫 妞扣珊瑚的 这妞扣珊瑚有些品种 非常的 毒性非常强 有人在 养很漂亮 整缸的珊瑚 有一天去清理的时候 清理的时候 不小心去摸到那个 妞扣珊瑚 他不知道那个毒性那么强 摸下去之后呢 他中毒了 他中毒了之后呢 怎么样 突然血压下降 瞬间下降到非常的 就是 下降到他昏倒休克 这种送医 那医生就看到 哇 他这个 对降压药 降血压这么有效 那我是不是很体验 他的毒素出来 未来开发新的 降压药 而且副作用又少 大家不要听我这样讲 就跑去摸 真的去摸 摸他来降血压 这个量你控制不了 我们所有的东西啊 有疗效的东西 尽量都是 医生提 就是以科学方式提炼出来 才能控制他的剂量 你知道413 对不对 你控制不好剂量 他就是一种 所以大家就不要听往客制 去 拿珊瑚来碰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还有 我们除了药汁很重要的时候 它是很重要的食物来源 诶 珊瑚可以吃吗 不可以 不可以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它是很重要的食物来源 可以吃小丑鱼 对 吃小丑鱼 小丑鱼 听说好 我不知道小丑鱼可不可以吃 因为它是很多小鱼的家 有很多的鱼鸟 都需要靠珊瑚礁来生存 我们海洋这么大 全球的海洋面积这么大 但是珊瑚礁只占0.2% 0.2%是很小的 它比起来是非常小的 但是全球有4分之1的鱼裂 需要珊瑚礁来生存 所以有一天如果真的 珊瑚礁不见的话 我们这样没有鱼可以吃 这样没有鱼可以吃 还有它是很重要的宝石资源 宝石资源 有没有 我们花莲 我们前几年 陆克来台的时候 是不是最喜欢买这个红珊瑚 都到台东去买 大家知道 这个红珊瑚 其实 它不太适合人类佩戴 我们人类佩戴 汗水其实对它有侵蚀 或者腐蚀性 我们用 汗水会稍微有点腐蚀它 所以建议不大 不大建议带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红珊瑚是怎么采集的 红珊瑚怎么采集的呢 他们 台湾现在还有那个 补珊瑚船 不过已经很少了 因为被禁止 大概这只造胜没有多少了 因为红珊瑚船呢 他们 就会 这个红珊瑚船 它船上 会有那个 吊杆 吊杆就是我们那个 清湾车 还是那个 那种起重机 那个吊杆 吊杆 它会在船上配有吊杆 吊杆 前面就 配一个重锤 重锤 然后重锤呢 有可能是大石头 有可能是千锤 然后千锤外面去包一些网子 包一些网子 这要干嘛呢 你知道这个红珊瑚生长在什么地方 在水深200米的地方 200米 200公尺的地方 那这么深 人浅得下去吗 浅不下去 我们人是浅不下去的 那 他们怎么去用呢 人浅不下去 那船长呢 就要靠着这个 重锤 把这重锤放在海床 深海海床下 200米的海床上 然后这重锤去敲击海床 敲击海床之后 敲 他可能敲敲 敲到碎掉之后 旁边的网子 就把这个 珊瑚黏上来 那他一定敲得到这个是珊瑚吗 敲不一定 因为他没有办法知道下面 确实是不是珊瑚 现在是摄影设备 比较好 那以前呢 没有这些设备的时候 他们就 全凭 全凭船长的感觉 就是这边有 我去敲击 那去敲击呢 如果没有怎么样 那些海床上面的东西都被敲坏了 如果有也是一样 都是敲击海床去沾 这个上海 上海之后一点点这个 这个宝石珊瑚 所以 大家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购买这个宝石珊瑚 还有啊 它是很重要的观光资源 像我们的兰嶼 绿岛 小琉球大家喜欢干嘛 去浮浅 没错 浮浅你最喜欢看什么 热带鱼 热带鱼 珊瑚 还有海龟 这些生物都会在那里 所以这很重要 吸引观光客来的观光资源 好我们刚才有讲到珊瑚的重要性 对不对 刚才讲珊瑚真的对我们人类非常重要 那这些重要的珊瑚 他们面临了哪些危机 我们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就是珊瑚白化 第二个是生态失衡 第三个就是稻采的风险 那我们现在啊 借由影片 我来播放影片 给大家认识一下 潜入海底世界 放眼望去 本该五彩繽纷的珊瑚 变得一片惨白 绿岛啊 墾丁的颜色 就是比较多彩繽纷 但今年啊 尤其像兰嶼 它一整片全部都是变成白色的 今年其实是 特别严重 特别明显的 那看到都会有些心痛的感觉 就是说 甚至连海葵都整个变成白色了 那 虽然小 然后小丑一带在里面就变得很明显 那变成相对于说它 受到掠食者的攻击性就变得增加 深意盎然的珊瑚生态 就快消失殆尽 这正是全球暖化 造成的 生态危机 珊瑚又被称为海底森林 也是我们潜水玩水的时候 必看的海底美景 而他们呢 最早可以追溯到2500万到5000万年前 人类却仅仅花了50年就把全球气候给破坏殆尽 也让珊瑚生态 瀕灵灭绝 工业化带来全球暖化 再加上去年台湾 几乎没有台风 海水无法降温 直接威胁珊瑚生态 中研院研究团队发现 去年台湾出现史上最大规模珊瑚白化 小琉球最严重 其次是墾丁 连纬度最高的东北角 也首度出现白化 珊瑚白化其实就是 珊瑚它本身受到那个 热的影响产生了一种类似像人类感冒的那种状况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体内的这些工生藻 因为受不了热的这个冲击 然后它就离开珊瑚体内 珊瑚因为它的骨骼是白色的 它的组织是没有颜色 所以当工生藻完全离开了以后呢 它就呈现了骨骼颜色 大量的珊瑚产生这种白色的状况 就是所谓的珊瑚白化 海洋它几乎吸收了将近93%的 一些热量 大气的这些热量 所以这些热储存到海洋里面 可是海洋现在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就造成它整个 不只是海面的温度上升 连海海面以下 整个整层的温度都上升 海洋这样吸收的热量 在过去25年的这个资料相当于大概是 36亿颗的广岛型原子弹的热量 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警告 当气候暖化达到2度C 二代珊瑚灭绝的可能性将超过99% 照目前趋势来看 这种惨况 很可能在50年内发生 当温度升高了以后 这样的关系被打破了以后 珊瑚就像我们感冒一样 全台湾有将近30%的这个珊瑚 已经死亡掉了 也就是说我如果举台湾2300万人的人口来看的话 大概有800万人的人口会因为 某些特殊疾病而顺前死亡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比例的一个损失 海洋其实它是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说地球温度的调节器 只是因为现在 人为的温室气体上升造成地球发烧 海水一般是弱减性 我举例它可能是8点多的这样的一个PH值 海水温度上升会让它的PH值 变得接近比如说8 它就变得比较酸 比较酸的会让海洋当中有一些 贝壳类有贝类的这些 的物质就会溶解掉 全球暖化加剧 大幅冲击生态多样性 珊瑚白化如同癌症般侵蚀海洋 曾经鲜活的生命堡垒 逐渐从彩色变成黑白 若人类的破坏没有改善 在不久的将来 珊瑚将成为传说中的生态 TVBS新闻 李伟华光君 台北报道 网上看新闻 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 2020年对台湾珊瑚生态是重大考验 除了面临白化威胁 在太平岛还出现极冠海星大爆发 常年研究海洋生态的自然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 郑明修就指出 这些海星简直就是蝗虫过境 造成99%的珊瑚死亡 生态崩毁 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移除这些海星 研究人员来到水深两公尺的地方 拿着甲子袋子 捡食一个个在海底的集管海星 这里是太平岛周边海域 自然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郑明修 数十年来在这里进行海洋生态研究 他说才两年没来 原本海底只有几只集管海星 现在满满都是 他们软硬珊瑚都吃 造成大面积死亡 幻算海星的密度是 1万平方公尺 达到760只 那这个就已经超过 警戒指的大爆发 所以它是吃完就走 吃完就走 有一点像这个蝗虫过境的感觉 99% 35%的 我已经死掉 郑明修指出正常情况 1万平方公尺大约20到30只 现在数量是230倍 原本六侧站 活得石山湖覆盖率平均有50% 但现在平均不到1% 难以想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造成严重伤害 他认为若不尽快移除 当地生态将万劫不复 现在我们可以讲是 整个太平岛的这个 生态 珊瑚礁生态系是崩毁 从全世界各地来讲 你有去移除的话 他可以迅速的 要移除 集管海星挑战不小 他又被称为魔鬼海星 若人碰到有毒的极条 轻则肿痛 严重恐怕会休克 他在澳洲大宝礁 日本石原岛也造成浩劫 后来已注射醋酸让他死亡 移除了上万到几十万只不等 郑明修呼吁工部门 尽快投入资源防治 若时间拖太久 生态复原就会更加艰难 记者们吴家宝台北报道 这里是墾丁后壁湖的海底景观 美轮美奂的珊瑚和五颜六色的热带鱼就像海底天堂 不过不孝分子看上了其中收藏家眼中的红珊瑚 价值不菲 因此动起了歪脑筋 三斤半夜男子把从墾丁后壁湖倒采来的珊瑚搬上车以后 正准备离开 就被警方当场逮到 倒采的数量相当多 远景全都带回暗巡队上清点 数一数竟然有242颗 警方指出两名嫌犯从高雄南下墾丁倒采 白天潜入保护区把珊瑚断根 利用晚上再潜到海面下面 把珊瑚捞上岸 不过最主要的红珊瑚没采到 一大批都是轴孔珊瑚 橘珊瑚和表孔珊瑚 这边有一些 一些那个火珊瑚 还有一些轴孔珊瑚 还有橘珊瑚这一类的 难民嫌犯被捕以后 变称是朋友水族养殖需要 才会下手倒采 实际到水族馆走一趟 五颜六色的珊瑚缸 美呆了 业者说贩售的都是进口珊瑚 主要作为观赏用 也可以过滤水值 一株价格在8000到1万 依色则价钱不一 珊瑚的美成了收藏家眼中的宝 市场行情看俏也成为歹徒下手的目标 三连新闻张晃铭 徒永泉 高雄屏东 综合报道 好吃 大家看到了 刚才的影片 有没有觉得我们珊瑚面临非常多的危机 像珊瑚白化 生态失衡 还有我们稻财的风险 这是我们珊瑚所面对的 所以真的珊瑚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想问大家 在花莲 我们的花莲 志工们 如果你想去看珊瑚 要去哪里看 10T品 10T品 大家都觉得是10T品 我偷偷打一下广告 因为我是和平港来的 所以 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 我们在花莲要看珊瑚 还有更棒的地方 更安全的地方 就是我们和平公益区 专用港 大家一定没有来过 有机会 有机会 大家 可以组团 组团来我们的和平港 来看看我们的珊瑚 我们这有一支影片 大家看一下 介绍我们和平港的影片 我们待会订阅 我们这支影片 我们在轻转 我们 anim息 来电视频 给互相 瘡 要 你 那么 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刚才看过之后 有没有觉得很好奇 都想为什么有珊瑚 大家觉得哇 这个港口 在你的印象中 是不是又长又臭 但是为什么它会有珊瑚 你们种的啊? 我们种的喔? 当然不是啦 环境要好 要种的话 非常的困难 其实这些珊瑚 都是天然生长出来的 为什么天然会生长出来呢? 其实对我们 就是我们 对环境保护喔 这20年来对环境保护的坚持 才让我们 和平坎会有珊瑚 如果大家想一下 我们如果在20几年前 对环境都不重视 就是 对环境任意的破坏 这些珊瑚会长出来吗? 我相信不会 我相信不会 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 和平坎莱获得国家环境教育奖 民营失业组 全国特优的一个假象 我们非常高兴 就是这20年 对我们这20年来 对环境保护努力的一个肯定 这个肯定 可以看到这些措施 就是我们在20年 就是这20年来所做的 那 我想问大家 如果你想用爱护珊瑚的话 要怎么跟我们 从生活中一起呢? 来保护我们的珊瑚 其实很简单的 第一个 就是避免踩踏珊瑚 避免踩踏珊瑚 诶 我们家门口又没有珊瑚怎么踩 你觉得有个疑问 对 其实跟大家讲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 有个小琉球 墾丁 这些有珊瑚的地方 我们如果去 朝鲜在观察的时候 一定是穿什么 穿这个防滑鞋 这防滑鞋呢 可以有效阻挡其他东西 伤害你的脚 但是呢 也很可能 让你变成踩珊瑚的元凶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要注意 请仔细看一下 海里有没有珊瑚 如果有 我们就不要踩下去 前阵子就有新闻爆料 就是有人啊 踩过珊瑚 那珊瑚可能 他花了多少年 才成长出那一片珊瑚 结果他们就是这样 穿着防滑鞋 踩过去 去把这些珊瑚踩断了 就为了把他的珊瑚 放在海里面 让他做这个珊瑚出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看到珊瑚不要去踩它 因为它不知道长得多久 才长得出那一点点而已 所以断掉珊瑚 不会再长回来 但是如果你踩碎了之后 它只有那一点点而已 长不了 对啊 你看它原本可以成为一个胶 成为一个胶石 但是你去把它踩碎了 还有就是我们尽量减少使用防晒乳 我们一般去海边玩的时候 尽量用物理防晒 我们可以带遮阳伞 用我们的那个 这个叫面 防晒的那个面罩 把它都照起来 戴太阳眼镜 帽子 或者说戴绣套 让太阳 减少太阳的伤害 用物理防治 或是如果你真的要用防晒乳的话 我们要选择不伤害环境的 现在都有 上面会有标注 它不伤害环境 大家知道吗 你看你在家里 你会想说 我在家里用 怎么跟河川有关系 跟珊瑚有关系 在家里用 怎么跟珊瑚有关系 有喔 因为我们会被洗澡 洗澡之后 这些成分会不会被洗掉 顺着我们的排水 排水系统 排到河川 河川再流到海洋 就还是伤害 还是我们伤害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减少使用 不然就是选择保护珊瑚 所以老师 我们要买海洋友善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 这个学养非常有观念 很棒 没错 喔 这个尽量避免伤害到珊瑚 还有啊 刚刚讲过 检举滥肯滥伐 欸奇怪了 山上滥肯滥伐 跟我有什么关系 喔 大家想说 可是大家知道吗 山上滥肯滥伐的时候 大雨一来 沖到这些泥巴 会流到哪里 流到我们的河川里面 河川里面呢 流到哪里 海洋 海洋最后会覆盖到我们的珊瑚 还有这些营养盐 会增加藻类的生长 藻类也会把珊瑚覆盖 最好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秀菇鸾溪 喔 有没有知道 我们秀菇鸾溪跟什么靠近 实体品 喔 实体品 因为我们秀菇鸾溪过去啊 那个 因为 我小时候的时候 秀菇鸾溪不会这么做 我生长在秀菇鸾溪附近 以前都不容易做 但是这几年 因为我们过去对于山上的破坏 造成它只要下大雨 很多的土石都流到我们秀菇鸾溪里面 秀菇鸾溪如果流到海里 这些砂石呢 就会让秀菇鸾溪 我们实体品的珊瑚礁面积 越来越缩小 所以我们看到 山上如果有浪肯 浪法的行为 我们一定要通报 尽量通报 还有这个 减少污水排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啊 用的水 最后都流到哪里 最后都流到海里面 一样 我们如果不节制利用的话 这些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营养盐 到海里面的时候 会刺激这些藻类的 藻类会把珊瑚盖过去 会盖过去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在生活中 尽量节能减碳 节能减碳 让我们的地球不要再这么暖了 这几年的气温一直飙高 未来这个地球 好好好好的节能减碳 让我们的地球 温度降下来 这样能保护珊瑚 也保护我们自己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哦 谢谢大家 谢谢